继续这条,它就说y等于ax和y等于bx的图, y等于ax就是the reflection image of the graph of y等于bx with respect to y axis, 然后是谁对的? 好,其实a小个1和b大个1都对的, 因为其实看一条线,当a小个1的时候, 它的数值越大,它就会越小,因为有定单的, 如果b大个1的话,它的数值越大,它就会向上, 所以两条都对的,即是1和2都对, 差仗3对不对? 好,a,b等于1,ab等于1,如何去找呢? 我们来看看我还有什么资讯未用, 就是the reflection image 这里,reflection image 这里, 即是什么意思? 什么意思是这句话? 即是说,如果我叫fx做ax,gx, 等于bx, ok? 当它代表负数, 因为reflection with respect to y axis, 所以fx会等于g负x, fx会等于g负x, 即是什么意思? 即是ax会等于b负x, ok? 好了,b负x是什么意思? b负x就会是1 overbx次方, 好了,将它成为一边, 即是a的x次方, 乘b的x次方等于1, 即是ab的x次方等于1, 好了,一个数,它的x次方, 任何一个数的次方,都是1, 即是它自己是什么? 它自己背双是1, 所以ab等于1, 所以呢,第三个都正确的, 所以答案就是d, 请订阅ö 咦